原标题台名嘴赖清德台独论让蔡英文的这个10月非常难熬 环球网综合报道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0月5日报道 台当局行政院长赖清德上月26日的一席台独论在岛内应发争议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日前接受中央社专访时称 他后来和赖清德前端讨论过这个问题 自己不可能去规定行政院长要讲食妖 但是相信赖清德指导分析和整体政策走向 对此台湾政治评论员唐湘龙表示 赖清德的台湾独立论引发内外不危机 赖让蔡英文未来这个月非常难熬 唐湘龙在台湾今日新闻网的名家论坛中说 蔡英文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间点挑在10月1日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第一天专访为七点人事建议 第二天则释放较多政治讯息 唐湘龙说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 较软较较缓 根本是在为赖清德的台独缩小毒 此外 唐湘龙称 赖清德说了台湾独立 会触怒大陆和美国 这是外部危机 赖清德没说维持现状 触怒蔡英文 则是内部危机 他又表示 如果赖清德有一点点国际事务的概念 设身处地为蔡英文想 应该知道未来这一个月蔡英文压力很大 这种压力是台湾这种内饰行政制文化不太容 一感觉到的 最近一个月的大事包括10月10日 蔡英文要准备双十讲话 现在两岸关系很糟 岛内企业界声音很着急 的原政治又动荡 在这种时刻 今年蔡英文的演说是被期待的 10月18日 中共十九大战事召开 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在11月3日到14日展开他任内第一次的亚洲行 因此唐湘龙称蔡英文赖清德这一对政治怨央没有蜜月期 但是要时候决裂伤口有多大 一个月之后就知道了 责任编辑张建立 责任编辑归 gradient